感谢观看,远观看此视频的您,永远健康幸福快乐。 近日,墨西哥媒体报道,马萨克兰一位70岁老妇称自己怀孕,70岁怀孕生子,即将刷新记录成全球最高零产妇。 该老妇向采访者展示自己体妹胎儿的超声波照片,上面已然能看清宝宝的脸部,该老妇还表示已怀孕6个月,胎儿是个女孩。 对于怀孕细节,她却不愿意透露是否采用生殖辅助技术,据悉,她已养预料有7个子女,老妇还表示自己会选择抠妇产,如果她顺利生下孩子,将成为全球最高零产妇,70岁还能生下第8个孩子。 不得不说老太太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的,在看她采访时的状态,整个人看起来体态不臃肿,头发虽花白却发亮很多,也算是保养得很好料。 网友们看到此新闻时,一边感叹国外的女性震魔,大年纪还震魔有活力,一边在下面留言调砍道,假设这位女士的第一个孩子是她20多岁时生的,按摩一位40多岁的大叔或阿姨,要喊一个婴儿妹妹,想想就可怕,说明生活压力小,幸福指数高。 话说回来,超高零产妇的例子还是挺多的,这些故事新闻虽然很专眼球,但容易误导部分女性,产生一种误屑,认为高零生育孩子不是一件按摩男的事,生孩子不用妒疾,甚至可以等到40多岁后。 事实上,绝大多数的高零孕妇在生育路上历经很多艰辛,耗费料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城市,甚至采用尖酸卵子,还成为要拥有孩子的莫分之一高零产妇中的亲孕儿。 一般来说,高零产妇,就是指年龄在35岁以上第一次妊娠的产妇,这类女性在怀孕后身体所承担的压力,因年龄稍低得孕妈妈要大得多。 所以孕妈妈而言,高零怀孕更容易患妊娠高血压,先兆子嫌等疾病。 此外,在生产的时候,因为年龄较大,女性的关节韧带组织弹性差,子宫一出现公缩无力,出现难产的概率更大,在生产后,也更容易感良和贫血。 为身体造成巨大伤害,对她们肚子里的孩子而言,35岁以后的女性,年龄到廖中年,身体骨骼里的坐骨,尺骨,隔骨和头骨相互结合不基本以心骨化,形成要一个固定的盆腔。 胎儿在出生时,很容易滞留宫内引起救破征。 综上所述,为廖优生忧郁,也为廖保证产妇自身的健康,尽量不要将生育这件事拖得太晚,且高零产错在怀孕前后,更需要多多注意。 第一,注重饮食。 高零产妇无论孕前孕后,都应当多多选择,含有优质蛋白质的豆类、蛋类、鱼类食品及含点丰富的食品,多吃绿叶蔬菜、水果和粗粮。 第二,孕前做好身体检查。 大龄孕妇孕前要对自己身体个部做一次全面的检查,尤其是要解好自己的暖潮功能,把握身体积能摔退前的最佳时间。 做好糖室筛查。 衣抄检查。 冷水穿刺检查。 抄技组病原微生物的应能凝、称缩血、检测等相关专业的检测和检查。 第三,一定要有好心情,或有孕妈精神处于放松和愉悦的状态,才能顺利演出健康快乐的宝宝。 感谢观看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